美軍航艦打擊群 美國遠程武力投射的象徵 可以迅速攻擊全球任何角落 現在正大動作往西太平洋集結 雷根號航艦打擊群 一路從南海進入菲律賓東部 接著往巴士海峽挺進 而美軍的部署還不止如此 根據美國海軍研究所 8月1號發布的最新動態顯示 目前美軍在整個東亞地區的戰力部署 可以說是相當的驚人 除了雷根號航艦打擊群 從菲律賓向北待命之外 沖繩則有迪利波里號的兩棲突擊艦 而日本的佐世堡海軍基地 則有以美利堅號為首的遠征打擊群 更別忘了8月4號才正式落幕的環太軍演 目前林肯號航艦打擊群 以及艾塞克斯號兩棲突擊艦 都部署在夏威夷 因此現在整個西太平洋地區 可以說是戰力破表 部署了兩大三小的航艦戰力 隨時可以發動毀滅性的打擊 美軍光是兩棲突擊艦 排水量就勝過許多國家的航空母艦 近年還搭載能夠短長起降的F-35B 總體戰力與中共航艦放對 可能都不是問題 這龐大的海空戰力部署 無非就是針對美國議長裴洛西綁台 中共一連串激烈言行 最直接的軍事回應 在這兒 美軍航艦艦載機作戰半徑能突破1000公里 再加上嚴密的偵察打擊體系 在市區外就能護航裴洛西的專機安全 更別提部署在日本、關島以及夏威夷的F-22、F-35等隱形戰機中隊 隨時可以武裝遲緣 以美軍針對解放軍反介入戰法的反反介入戰法中 美軍相當強調將空軍基地的地點多元化 避免在單一個空軍基地被解放軍長燈彈道飛彈摧毀於地面 目前的任何美軍在太平洋周邊海域的調動 都有可能不為佩洛西議長訪台 即便此時中共各方流言滿天杯 又是要在台灣上空設置近航區 又是要派遣戰機半飛裴洛西 甚至擊落專機的說法也都出現 但北京當局恐怕也心知肚明 現階段與美軍開戰 雙方實力差距仍然太過懸殊 我認為現在這個階段 雙方唇槍舌艦的階段已經告一段落了 那麼應該是進入在私底下 雙方管控風險的一個協調階段 也就是說現在雙方都不願意 把軍事衝突升高為兵戎相見 那後續就看雙方怎麼樣互相的節制 那大陸也不希望失面子 大陸我認為他一定會有動作 最壞的狀況就是我們台灣安全的空間 會受到打壓 也就是說我們的空域還有其他的 我們的可能會受到一些壓縮 打不贏美國又下不了台階 中共最有可能的做法 就是拿台灣出氣 美中之間雖然不至於兵戎相見 但國軍的戰備壓力 恐怕才正要開始 TVBS新聞李偉華顧尚君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喜歡或者別人ami 小鈴鐺